这边我们补充一下就是 我这样写的话是怎么样 是不是写在原图上面 对不对 所以即使你拿到这边来 原图还在 那如果说呢 各位你希望 底图不要让人家看到 怎么办 其实我们刚刚虽然感觉 好像是在用笔刷 实际上进到黑衣之后 它是变成滤镜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Effect Painted 所以你打开这一个呢 这个里面在下面这里有一个选项 Composition的 应该不是这个 有在这里 Painted on Transparent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种方式的那个透明 你看预设是偶 我把它关掉哦 设为暗 有没有 你下面那张图不见了 只留下你的笔记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下面还有一张图 比如说这个 丢进来 有没有就是穿透的 这样了解概念了吗 所以就是这个选项 因为你没有 预设是关掉的 当你打开之后 它原始的那张图片的内容 就会变痛 只留下笔记 这样清楚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不可以做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也可以变成遮罩 什么叫变遮罩 变成这一层的遮罩 各位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在国家地域频道的时候 那个logo有没有一个遮罩 如果我要把文字当遮罩可以吗 刚刚我们涂鸦出来 你知道我们当遮罩 可以哦 你看这里 在这个地方 后面是遮罩 对不对 我告诉他我想要拿上面的这个动画 签名的动画 当做是遮罩 因为他本身就有阿巴圈楼了 按下去 有没有只有在笔记的地方 才有 所以这个做遮罩也很好用啊 你只要笔刷够大 我不一定要签名哦 来你看我签 没有遮罩 这个 我把它丢掉 或者我把原本他画的 这个 我先 拿掉 如果你想希望 这里 我把笔刷变大一点 好 笔刷笔刷变大一点 大支一点 ok 点两下 这样有没有比较大支 对不对 那我现在跟签名没关系 一样是right on 我就来这里涂一涂 涂一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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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不可以 好了 我现在回到这里来 convention才可以看到最后结果嘛 对不对 我把上面这个当遮罩 请问会有什么效果 等一下 这个 涂完了 眼睛关掉 好 当遮罩 拉动一下 忘记把它变透 你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变遮罩出来 对不对 所以不一定只能用在签名 签名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你把它当成遮罩 慢慢的 从你觉得重点的地方慢慢涂掉 前置出来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这个 右手边 这个 笔刷的 那个面板 你应该就看得很熟悉了吧 好 所以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让各位知道 你在这边 如果需要让它变透明 这个属性 打开了之后 除了笔刷变透明 当遮罩也很好用